现在打算在这个上面再装一个锁 上次的时候把房间的锁装上了 然后现在发现锄间老是有人打开 就不能不装装把锁也装上 然后去新买的工具 可能用到的工具有这些 或者我拿出来吧 这个电钻这个上次用的是霸总的 然后这次去新买了一个 还没有拆封 这也是个开商视频 开一个电钻 开心 这边也有 灯灯灯灯灯 好火 我昨天晚上是不是应该买回来把它先充上电 等下我没电我仨就好玩了 在这 看 这个就是这个 电钻 对一样的手感 这放在中间这块是扣死的 然后把它弄到老婆 有电 我看看 还可以 但是我现在就先把它充上 等下我画线的时候就充上 这个是档位 一档可能力度小一点 二档大一点 然后这个换不同的钻头 底下是充电的底座 就等下卡在这个上面充电 这个小底座是要塞进去的 也不对 他这样子我怎么充呢 这个应该是可以取掉的 果然 这是电池 这是两块备用电池 是的 是有两块备用电池 所以说是可以 这个在工作的时候那个充电 然后两箱不不耽搁 哎呀这个不是更棒了吗 好 电钻就位 然后这个把它拿去充上电 嗯 嗯这里边就这些了 这个电钻和底座 说明书有两本 这不用看了 我现在是 操作过了 不知道什么要看看 这个钻 这个钻头有七十个 它本来卖的有五十个的 有七十个的 我想着就把它买齐吧 省得缺啥还要找 上次的时候就是要打那个 三十二的 满上了那个洞 就没有 还专门跑去又买了一个 当耽搁了一天的功夫 摸刀不勿砍拆拱 就直接吧 到位吧 这是这是坏了吗 没有 那为什么这边没有呢 这不应该也有一个吗 去哪了 没有 啊这个就有三十二的 我的还金色的 上次专门去单独去马路 就在哪 这是我的钉子 看 这个是上次买的 上次这个是这次 这里边自带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硬度更 更更高一点 可能钻的更平整一点 这个是等下要用到的 三十二号的钻头 看 排列的整整齐齐的七十种不同的钻头 哇 今天超级好玩 等一下要用到是三年五的这个钻头 三年二的这个钻头 没有三年二的就三和三年五 就这些 然后 我要用到三点五的 但是我期待是有一个三点二的 但是没有三点二的 看一下大家行不行吧 不行的话还要再想办法 不要这么搓 先扣起来 嗯 这个就是这个锁 这个是要装的锁 然后两边都可以打开 然后它叫那个 这个 希望我没忘了怎么装 等一下凿那个门 木门要用凿子 这是上次买的一套三个凿子 应该是每个都能用到 我比较喜欢用的是这两个 小的可以去凿那个 比较精细的部位 大的 然后就效率比较高一点 这个最大的就是 比较熟练了以后 然后就确定 使劲 使大件 然后也凿不错的时候 就用这个 然后锤子 这是我的小锤子 当年杂鱼吃瓜 然后还有开那个上一个车 那个汽车的那个油门 用的就是它 然后还有 转尺 铅笔 是用来画线的 等下 工具到位 然后 把这个锁先拆开吧 锁拆开 因为等下画线的时候 还是要锁 要锁来卡 卡位置 对还有一个问题 上次垂下来大概多高 就还好 就放在这儿吧 对就放在底下这儿 放在底下这儿好 还是放在上 放在底下 放在底下可能会好看点 不然放在它靠上都不好看 剪刀把它解开 暴力不开 这个纸等下可以划边的时候稍微用一下 但这个边折了不太好用 螺丝对上次这个螺丝好像不太好使 我专门又回去买了 新的这个螺丝应该就可以了 对 用这个 这是一套 先拆这一套吧 然后那一套等到 等下到楼上用的时候再拆 好 接下来就准备开始划线 划完线 钻洞 我应该没有忘 希望今天下午可以把这两个都装好 现在开始就划线 然后确定位置 嗯 从上到下是90 我记得上次划的也是90 然后这边是60 我记得其实是60 我记得一下 我记得那个 大家试一下 一下 只 Bueno 你要是60 我们回家 我记得这个 我要是60 你 powered 两个多对方是需要用的 能量的放光 可以做得更好 是的 再给你一个处理 然后这个就是要打这么大小一个洞 等下那个钥匙眼就从这进来 ok 然后这个就订好位了 订好位之后然后就可以打洞了 然后电钻 这个是这个是螺丝就是上螺丝的钻头 不用这 怎么会这样子呢 两头这样呢 这样卡不紧了 就试一下这个新的 看怎么样 把它竖进去 然后扭紧就好了 扭的时候一定要确定这个东西在正中间 然后下一步就是要打洞 电个纸 不然脏 接下来就要开始打那个洞了 然后可能有点暴力 电上电个纸 防止把它弄得太脏 但是这个是难免的 但是还好就是这就是木屑 等下先吸一吸就干净了 先打外边 然后上次遇到的情况就是 这个洞里头呢 它有可能有三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全是石的 但它石的也不是全是木板 就是两边是三合板 然后中间加一点 那个泡沫误屑之类的 另外一个就是 一半是石的 我觉得有人吓了 但是我现在要开始打洞 不要吓到人 确实反照 确实了 开始打 感觉不是很有电的样子吗 上次的时候打洞很快的 来这边打 感觉这是个石门 打了半天全是石的 然后打一半去那边打 为啥呢 因为这样的话就容易把那边 然后打成 把那个漆卡掉 能卡死 为什么门打不开了 我以门打不开了 这就尴尬了 我啥没看门打不开的呢 好打开了 沙发上可是 热热 照亮的时候把沙发褶一下 然后不然沙发弄散了 好了 就找点大垃圾道把沙发褶一下 不然等下那个木线弄上去 沙发也不好打理 现在开始从这边 然后打热洞 我用了个枣子把它顶上 沙发弄成 我以后要飞 我以后要脆熟 没问题 开收 我以后要把沙发露 然后把沙发露 把沙发露 因为一样跟沙发露 好了 通了 然后这个洞是石的 就是虽然它里面填充的 也只是一些木蝎之类的 但是它至少不像上次有几个 就里面是空了 我拿个湿纸巾 等下要开一个会 不然的话 应该穿个正装 OK 然后再比一块一下 就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OK 完美 刚好卡上 然后现在就要把这个边边滑出来 然后等一下用凿子把它凿掉 然后就可以确定这个位置了 然后就可以去掉 然后来对应这个后挡的位置 弄一两回 这样吧 我要去里头弄 这个门似乎是有一些问题 这个怎么打不开呢 这个门不知道咋吧 特别难拉开 然后我现在要用它固定一个位置 然后划一个线 然后把这个位置定出来 不然的话那边不太好定位 不然的话那边不太好定位 这个门坚决的问题 我等下要把它整理一下 然后现在约这个 还有这个位置定好 这个好像变薄了 好 嗯 嗯 可能越来越难度 但是也比较有意思 划的差不多了 现在要开始凿了 就是不要把门给凿皮 往里面凿深两厘米凿出来 然后这块把这片全凿掉 OK 这边确定 然后这边只用凿掉这么一丢 一丢丢 然后这边也可能只有一丢丢 这边一丢 好 拔掉凿掉就行了 好 现在开始上凿子 第一步的时候要用一个小的 然后把边凿出来 还不要把漆凿坏 然后这是原则 我先用这个凿子在这卡着 然后就得是这个小凿子 盖子去掉 放在这 你按这边然后把它滑出来就行了 其实还挺简单的 我一般喜欢先凿这个脚 第一下不用凿太深 因为凿生的话 还怕怕怕能给凿皮 我目前没有想到别的呀 嗯 可以的 这时候一般可以换一个稍微大点的 好像效率会比较高一点 然后这个是中号的这个 应该是十几 十九 十九毫米的 好 现在要把这个锁 从正面把它固定上 然后完了之后再从背面 然后把那三个螺丝上死 然后这个前面这个门锁的部分就结束了 接下来就是要用凿子 去里边把那个后门挡的地方凿出来 伸两厘米 然后就这个要凿个洞 先把这个弄好吧 是这个样子 然后要让这个字向上这样比较好看 然后这样这个锁孔竖直向下 你让它歪一点也还行 但是就不太好看